就是這樣下 I don't care, it's not raining 經典的功能靠 還要上坡? 對我死非極度不友好 還挺舒服的 這個是我小時候玩的fix gear 死非 然後把它運來美國了 你會下來吧? 你慢慢停 然後 啊 對 就是這樣下 還不錯 還不錯 你看看 你看看 它好像有雨 看來 你這個湯怎麼做呢? 我 你看到有豬排了 嗯 然後我還放了一些 山 沙參 那個啥? 沒有 他就放了沙參 嗯 我靠不錯 我還放了一點五花 我靠這麼多 唯一的敗筆就是我幫忙機放陳皮 經典廣東湯 我前兩天寄了一個包裹寄出去 結果 不知道是寄丟了還是怎麼樣 挺蛋疼的 因為 就是我們 我們的公寓是可以幫忙機包裹的 因為快遞公司每天都會過來嘛 所以就 他們就直接順便就拿了 結果 到今天就是我系統上面還顯示沒有 scan到那個包裹 我就 就很急 因為是周一寄出去的 今天都已經周四了 然後我就來了USPS 結果很不幸他們告訴我 只要被pick up的就肯定是 在某個地方 就是 肯定是已經在process了 因為現在可能是 過年 又快出納了 所以會比較慢 那 我就覺得 幹 過了跟沒問一樣 Anyway 我現在要去剪個頭髮 希望頭髮不要剪砸 還得去 呃 挑個禮物 因為我們的program 今天晚上有一個小小的party 需要跟大家換禮物 然後 但是20塊錢以內 說讓我們買個什麼東西呢 我真的不知道20塊錢 我想買個AirTag 買4個 一個都要25 可以的 無法 你不是說 你也曾經 跟臨時 不是說 不可 是 放在 其實 我最開心 我被清潔 My fate is clean 我现在在苹果店边上 朋友有一个人是要买酒去 这样就非常的 怎么说 就是20块钱以内 我觉得酒简直是最好的礼物了 因为看起来很大 就很大一瓶 我本来是想要买AirTag 但是那个要30块钱 后来去Best Buy买到这个 19块9毛9 一个音响 Water Proof Snow Proof Dirt Proof Everything Proof 就是什么都放 还挺厉害 就是我想买稍微贵一点的 但是我又确实不知道买啥 我又不想大家都送个20多块钱的东西 然后我一个人爬 给他们交换一个100块钱的礼物 就很尴尬 让别人也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后来还是选了这个 但是我会另外带饼酒去 我一天道歉还没吃饭 整点东西吃 就是 I need you run by and back to me Baby I need you run by and back to me 没有一句在吊上的 I don't fucking care yo I need you run by and back to me Baby I need you run by and back to me Baby 这边是牛肉和洋葱鸡蛋 然后 Kimberley 然后这边是混合起来的 草 我回来才发现 这个地方的刘海都不知道为啥 会给我 T不是很平 上次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牌子在这 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有配这个 这个的话它可以 调节你的 就是你想要留的长度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就是你这个脚要这样 这样来剪 但是它只要你把头发放在这上面 它自己就会剃掉 买的时候注意一下 因为它这个尺 我买的这个是比较多的 你看 有这么多长度可以选择 它有另外一个版本 好像就只有三个尺 但我建议你 买都买了是不是 买贵一点的 以后 有什么 要用的地方 做引体加上 我只能做两个 我要洗澡了 就是我们晚上是一个 Holiday Party 所以 看没 看你也带手套 所以大家所有人都带 就对 我一直在想不到要穿什么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一身黑 全黑 然后穿一些 这个优衣裤的外套 这样 这外套有点 太扎了眼 所以 就不太想穿 换个位置给你们看 我现在把你们黏在镜子上面 就很吓人 最安全 最安全的穿法就是这样 那就手套 其实挺多余的 就 穿的给你们看 最安全的穿法 就应该就这样 一身黑 然后 一双白鞋 但我觉得这样有点 太无聊 各位 我要走了 这个是Final Drip 不好意思 碰到你了 就是还是一样 然后 多带一个小包 装那个 我买的那个音响 那个礼物 然后还有一些钥匙 七七八八的 带一瓶酒 我今天就是 我坐下来跟你们说吧 如果你有关注我Instagram的话 应该有看到 我发的一些动态 就是 我们应该有个 二三十个人吧 我们跟着就是 把所有礼物全部聚集在一起 然后你挑一个 只要不是自己也就可以 你在拆开这个礼物之前 你是可以选择 要跟别人换 还是要 直接要打开 如果你要直接打开的话 那那个就是你的了 如果你要跟别人换 你就可以看谁的 已经 就是已经拆开了 你觉得很喜欢 你可以跟他换 有一本书就很抢手 还有 有人带了一瓶 这么大一瓶的红酒 就是 估计有个一升的样子 到后面就非常刺激 因为大家礼物全都已经开开了嘛 后面的人 其实就非常有优势 因为他可以 如果看到自己非常喜欢的礼物 他就可以跟别人换 假如有一个人 看上你的礼物 我过来找你换 你拿到一个 就是别人没拆过的礼物 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个时候再去选 你想跟谁换 反正就一个礼物 换过两次主人 第三个人拿到的那个人 他的东西就不会被 被别人换走了 就还挺好玩的一个游戏 就像我今天 本来拿到的是一个笔记本 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有一本书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一本书 就都没有人想要 就一直在换 大家都在换换换 他被换到的书 结果他也不想要那本书 就把 他就选了我的 我的那个笔记本 我就拿到那本书 但是后来我就 看到有个人有杯子 我就换了一个杯子回来 还有就是明年 我们的program 会跟小牛队 NBA 达拉斯小牛 做一个项目 会 我感觉应该会非常有意思 具体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说这么多 Roddy Rich 好像12月份要发新专辑 但还是已经发了 反正 后面觉得Roddy Rich的歌就是 不难听 但是没有那么 Hit的感觉 像以前 这种洗脑的感觉 Hello大家好 我刚收到一个包裹 我前一阵子买了个眼镜 他说要四周才能到 但是 这次还挺快的 就是两三年前可能还比较trendy 现在就还行吧 好大 比我想象中大好多 你们觉得 这个 这个 有差别吗 I know What the fuck is the difference 亚马逊有非常多这种 Designer 设计师品牌的knock off 就卖很便宜 他也不说是这个牌子 但是 你要自己去找就是了 这副眼镜应该是要400块钱的样子 但是这副 25 哦 我现在大概知道哪个地方有差别 它的镜面 首先它这个正面 就是没有凸起来的 看到没就很平 但这个是 有一个镜框跟镜片的 深度的差别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弧度 这个亚马逊买的是平的 侧面看也是有一点 这个会稍微更大一点 Prada这个会稍微小一点 但基本上就没差别啊 我买了一双拖鞋 然后 Is this stupid purchase? Fucking yes 如果我现在穿得非常 非常傻的话 那是因为我在家里 在酒店里面 stepped一双拖鞋 在酒店里面 它 confidence 是上面 感谢观看